其他人做到 TVB 許濤就是行政主席 經理就是曾志偉 許濤就是行政主席 很少聽行政主席的名字 許濤突然急召所有合約藝人 現在有多少合約藝人 其實我見到很多藝人 都當TVB好像酒店那樣 喜歡來就來 喜歡回去就回去 我不知道有多少合約藝人 起碼現在對藝人的控制能力大減 那你有YouTube 有IG 你問一群美女或者一群健碩 我當然是直接靠YouTube 靠IG 即是去銷售東西 好過靠你TVB 那現在他就叫所有人出來 跟你說這個 業務的方針 首先跟你說 現在公司做多了很多大陸生意 要加強和內地的合作 所以很多籌備中的新劇都要延拍 為什麼 因為你要銷售大陸市場 所以銷售大陸市場 那些劇要在大陸播 其實一向都有的 一向都在大陸有播的 但是如果 老翻那些 你管不了它 不是的 現在TVB裡面的那些劇 未必是在香港電視台裡面優先 大陸的那些眾藝平台優先播 大陸更快一點 如果你有電視盒子 那些 你看電視盒子更快一點 真的 可能更快一點 就是N年前的愛奇藝 就是優先播TVB劇 說比香港更快的 那樂逸玲呢 跟你害怕 不用那麼緊張 大灣區 他就說 這個會議 每年都有的 現在說未來方向 就是說什麼 大灣區 是藝人主要的發展市場 是不是要多些大貨 還是好像 像阿豐大宇一樣 在大陸出秀 那些商演 最多是經理人費 所以合拍片 合拍劇 合拍片 我們知道 合拍片 其實就叫做四筆像 其實搞壞香港的電影 就是合拍片 搞到香港電影沒有了港味 大陸人就說 很喜歡叫港味 沒有了港味 就是因為合拍片 要遷就你大陸的審批 是不是 現在呢 連電視劇都要合拍 還要成為主要的趨勢 其實很久很久之前 已經是這樣的了 問題就是說 其實他說 看到肥豬肉在這裡 因為他說去年 做多了大陸業務 大陸的業務好像很成功 賺多了錢 所以現在呢 就看真點了 現在就已經確定方向了 諾契寧就跟你說 全面向大灣區進發 配合新政策 現在籌備的劇集 全部都要延拍 因為劇本需要經過審批 才可以開拍 精益求精提高品質 你要審批就不要講品質 簡單點說 縮皮 縮皮未必 不是縮不縮皮 要應付大陸的審批 你就會有很多事情不能說 是啊 但問題就是 他除了講言拍之外 他除了審批之外 你首先一樣東西 就是要把預算 重新計算 即使你起碼 在TVB的電視劇裡面 一定見不到韋利雄出現 如果你有夾娃娃情節 你就不會見到韋利雄 你可以夾iPhone盒 沒問題 那些就可以 但韋利雄就不用在TVB出現 除了合拍劇的劇本審批之外 自家劇的劇本 那不會有自家劇 有我們回家 很多年的 問題就是自家劇的優勢在哪裏 就是有港美 那原來 自家劇都要審批嗎 那我自家劇拍來做什麼 我們太久沒有看TVB 如果你偶爾 隨便錄一個 兩三年前的TVB劇的話 其實你都覺得沒什麼港美 都不知道 那班是香港人來的 但你其實不知道他們 已經在拍什麼 完全是離地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說香港電視台 已經不再只有一個電視台 香港 起碼有Now 有View 但如果你看到很多財演都在說 如果你看到財務報表的話 TVB是好過Now 好過View 是的 因為他們的公司很大 在大陸 第二 第二 別人本身是底厚 即使你講現在 他怎樣縮脾也好 但問題就是 他養著那班人 我們不批 留在香港裏面的 那班阿公阿婆批 即是何太那些都會批 是的 留下來的人說 五年沒有看無線 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不看無線 但問題是 我們再上一代 說五十多歲的人 其實很多人都在看 還說什麼 九成都說警匪 沒有九成那麼多 這麼誇張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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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有什麼新聞女王 新聞女王 是大家都擺到 上去新聞 我們都還看到的 如果他有拍警匪 他有拍警匪那些 其實就是不進邪 或者知道 警察黑人爭 黑警黑人爭 所以要拍很多警匪片 就英雄化 那個警隊的形象 TVB不是這樣想 TVB是因為得到 警署或者紀律部隊的 分定 所以就去拍 就是Propaganda 所以我講 縮屁的意思 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看TVB的警匪片 是很逼真的 但問題就是 你都不知道 他們在拍什麼 對呀 就是逼真 但你不會有 沙頭角警司 叫下屬 吹消 一次不夠吹三次 然後要打下屬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情節 你沒有在以前 或者淘大雨年代的 那些警匪片的味道 沒有啊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TVB淪陷沒有問題 你淪陷就算了 你不要搞到 你變成香港電視行業的行規就算了 你現在都叫做市場策略 你自己主動覺得 喂 那裏有錢賺就賺那裏 是不是 我寧願就是 這些生意 就給TVB做 然後ViuTV呢 就專心做好本土市場 雖然是小一點 但是起碼呢 不是小一點 河水不犯井水 起碼有分工 事實上真的小很多 小很多 如果不是 為什麼Stanley 都在說 不排除未來會回大陸 其實他在說這件事情 已經是幫MIRROR打 打針的了 到時候如果MIRROR的人 或者ViuTV的人 要上大陸 你不要批評他 因為很早之前說了 大家都沒有反應 不要當他江文懷這樣打 江文懷這麼老實 都被你追繳 不更何方 你看回TVB 他在做的事情 那些審批的 很明顯就是縮皮 你做多 他現在都 如果你看回 很多人都拿回TVB 財務報表出來說 最賺錢其實是什麼 其實第一件事 就是東張西望 第二就是外回家 東張西望 報完何泰之後 你看一下他東張西望 那個YouTube Channel 裡面的東西很賺錢 他有很多廣告 他不會有黃標 一定 是啊 但其實你用YouTube 來叫TVB 這麼大的機構 你連成本都不夠差 我們是很討厭TVB 但你看到我們 偶爾都說東張西望 何泰怎麼來 何泰是東張西望 梁敏考訪問他 這個人是走出來的 這個人是